可能只有快船球迷才知道东奇奇有多厉害 四年六轮系列赛 有三轮对手都是快船 东奇奇职业生还有一半的季后赛都在和快船交手 再度相遇 当25岁的东奇奇 在比赛最后面对34岁的哈登 在顶湖用一个三分终结比赛 同样大体重以后撤三分文明 同样拥有得分传球无双技能的球员 很奇妙的一次队位 那年他21岁 圆区首轮第七队第二 东奇奇G2交出了43加17加13 还有一季高难度压哨三分绝杀 那年他22岁 首轮第五队第四 东奇奇成了祖巴斯的噩梦 直到抢7输球 现在东奇奇场局要上44分钟 持球大核心 一条最简单的路但也是最累的路 卢星霞增加了他们的封线强度 再让东奇奇和欧文决定比赛 这是一个摆在卢卡面前的机会 他要真正像一个超级巨星一样 拿出自己的态度和表现 去面对快船那些同样渴望冠军的人 也许是命运使然 他们屡屡交手 改变对方的进程 直到今天 他们都两手空空 就算是新时代的速敌吧 向上攀腾的巨星 缓缓下闪的巨星 多在劲儿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